你是不是富二代 是我做抖音以来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想说 如果你的精神世界够丰富 广阔无垠的世界都是你的 就像在西餐厅吃牛排品生蚝 简单的几个细节 已经决定了你和别人精神维度的不同 不是这么吃的 首先面对复杂繁多的生蚝品名 例如像什么白月光 黑珍珠 妙龄吉拉多 一定要保持镇定 三个最重要的装插词汇 让你一秒躋身老韬行列 分别是前胃 后胃 回胃 然后用这三个词和以下食材的胃型 进行任意混搭 例如当你说出这枚黑珍珠 前胃有奶油香 后胃有明显的金属质感 我觉得还有中国茶的灰感 这次服务生一定会惊讶的感慨 哇 那您这边很懂词 其次就是精准的表情管理 切记吃不懂和很想说的表情 几乎是一样的 销魂就得了 第三最关键的一步 务必当着约会对象的面问道 可以参观一下厨房吗 可以可以啊 甭管为什么 这时的他心里一定在想 我吵 这竟然一定是个高付帅